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沃尔克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知识点是 PRCQ的数据类型 说到数据类型呢 其实我们之前在介绍键表的时候 已经介绍过沃尔克在键表期间常用的数据类型 这些数据类型有哪一些呢 比方说数字类型的Lumber类型 我们键表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Lumber NS长度和精度 接下来呢,还有字符类型 比方说Character和WorldCharacter2 N也可以叫Char跟WorldChar2 这是字符数据类型常用的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还有日期类型Date和TimeStamp 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数据类型 比方说BROB大型的二精致数据类型 还有CROB存字符的这种大型的数据类型 等等 这些是我们在键表时常用的数据类型 但是在P2C口编程中 我们使用的数据类型呢 是远远超过我们键表时用的一些数据类型的 因为呢,P2C口毕竟是编程嘛 它会涉及到对一些更细化的一些数据类型的处理 所以在P2C口编程中呢 我们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数据类型 具体有哪些数据类型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P2C口的数据类型分成 标亮类型 符合类型 引用类型和什么呢 LOB类型 先看一下标亮类型 标亮类型的话呢 除了我们常用的Lambra Character 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别的 比方说光数字就有Binary Integer DEC 还有Dec 还有Double Precision Float Int Int Natural Natural Lumber Numerical POS Integer Pos 等等 Rail 等等 还有Small Int 除了Character之外 还有大写的Character Long Long Raw N Chart N Warchart Raw Raw ID Stream 等等 Warchart Warchart 2 还有Bullion Date 类型之下 还有很多子类型 比方说什么Intual Day 还有什么Intual Year 还有Time Stamp 等等 好 这些都是标亮类型 举一个标亮类型的例子 我在这个地方声明了B 是BinaryInteger 等于125 接下来我输出B的时候呢 输出的结果就是125 BinaryInteger呢 存放的是带符号的整数 之前我们不是也用了一个Int吗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Character Warchart 等等 这些都是标亮数据类型 接下来呢 就会是第二大类 叫做符合类型 符合类型呢 有这样的三种 分别是Record 记录类型 Table 表类型 还有一个Worry Worry呢 是集合类型 这三种符合类型呢 都是指代一些比较复杂的数据类型 举一个例子 我在这边呢 已经写好了一个 记录类型的声明 Declare Type TMP Is Record 括号EMP Lumber WorldCharacter2 10 Elem Elem 点Elem 百分号Type 什么意思呢 Type是一个关键字 代表声明一个新的类型 这个类型的名字呢 叫做T EMP 而且TEMP 意思 Record 是记录类型 这个记录类型 有什么样的结构呢 有两个列 分别是EMP Lumber 和Elem EMP Lumber呢 是WorldCharacter2 10 变长字不串 10个长度 第二个列是Elem列 Elem列呢 拥有跟EMP表的Elem列 相同的类型 百分号Type OK 这个就是记录类型 同理 还有一个表类型 现在我可以示明一个表类型的变量 Type TYP ID Table E IsTable Of TEMP 具备跟这个记录类型 相同的结构的一个表类型变量 好的 这个呢 就是 PLCQ的数据类型的这样一个介绍 当然还有Wari这个数组类型 数组集合类型 除此之外 还有引用类型 ROBE类型 等等 这么多的数据类型呢 当然我们当然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讲解完毕 可以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呢 遇到哪些类型 我们就详细的介绍哪些类型 同学们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网上仔细搜索一下 每一种类型的具体用法 好的 那么我们本次课就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